8月1號 道歉日 很重要 那天有很多原住民在這裡 但是那一天很悲傷的事情 原住民被拆成兩半 他的演講稿寫得非常非常的好 可是他的實際作為是大有問題的 我們用最古老的方式 徒步走進每一個部落 就是要趕在8月1號 參議院總統的道歉 中華民國的道歉 使用統治的角度 下設一個假象的位 最後的400公尺 比750公里還難走啊 今天這隻旗子他們沒有來拿 我絕對不會離開 沒有調查權 就沒有真相 就沒有真相 沒有真相 沒有真相 就沒有和解 就沒有和解 到底那個轉型正義到底是什麼 這個事情 不是我回應你的訴求 這件事 我們很緊張 我們在哪裡 你們在這裡啊 又要道歉 怎麼這麼空啊 有一點時間嗎 有一點時間嗎 我們聽到九股總統 要跟原住民說道歉 我們非常非常的感動 因為這是400年的突破 非常正確的事情 但是很不幸的 前幾天 不當藍產條例 竟然已經刪補通過 那原住民的促進 轉型正義條例 連影子都還沒有 轉型正義不是四個字 轉型正義是六大項的工作 第一項是調查真相 第二項是公布真相 第三項是追究責任 第四項是補償受害者 第五項是紀念 第六項是改革體制 這六大項都要做到 才是轉型正義 即時道歉的文稿 再怎麼樣的好喔 那只是第四項 補償受害者的小小一部分 民進黨的促轉條例 有法源 可是原住民的 轉型正義委員會 是沒有法源的 然後民進黨的促轉條例 有預算 有固定的預算 可是原住民的 促轉條例 那個預算要挪來挪去 到底有多少也不知道喔 第三個最重要的就是 民進黨的促轉條例 他有調查權 如果他要調查領務局 領務局有義務被他調查 被調查的人 一定要協助調查 通知你來這邊報告 你就要來報告喔 這就是我們要的權利喔 可是原住民的 轉型正義委員會有什麼呢 沒有調查權 他可以邀請領務局來報告 洽請領務局來報告 洽請領務局來報告 你想他會來嗎 出境轉型正義的委員會 有九個人 主委是特任官 就像部會首長一樣大 其他人是十三到十四職等 都是高官喔 那我們原住民的 轉型正義委員會 雖然有二三十人 通通都是無幾職 表示他們全部都是兼任的 平常都有別的工作 只有開會的時候 來做這個委員會 你覺得這個委員會 能夠做得好嗎 他們可以調查到什麼程度 比如說我要去阿里山風景管理區 進去找一下我表姐 我要付錢 我真的不理解 為什麼我回到我的家 我要付錢 人家說那怎麼是你家啊 那是阿里山風景管理區 你要怎麼證明那是你家 所以我們需要調查權去告訴 去調查然後告訴大家說 這塊地是由雅達烏有安娜家族 以及那兩個家族 共同管理之傳統領域 這樣子我們回到家 才能光以正大說 我進去找一下我表姐 沒有調查權的真相委員會喔 第一項調查真相就做不到 你可以紀念把一個公園改名就可以紀念 但是這是胡亂的紀念 隨便的紀念 亂七八糟的紀念 這是沒有用的紀念喔 沒有調查真相的話 如何改革體制 這個國家的人怎麼知道他們錯了喔 所以調查真相 這件事非常非常的重要 民進黨拿來當作 標榜樣的這個加拿大的 他的真相和解委員會 他也是沒有調查權 所以呢 當他要跟國家檔案局勢調法案的 調檔案的時候是被拒絕的 這是國家成立的 最後還是去打官司 碰到有良心的法官才說 好吧 你好歹給人家會死嗎 OK 那我們如果碰到這個情況之下 搞不好小英如果他能連任的時候 八年後 可能我們好在打官司啊 要求什麼調查 所以我們擺事不解 為什麼民進黨政府 為什麼這麼堅持呢 是不信任原住民嗎 拍攝的時候 我在部落裡面 就是知道一個老人家的事情 他呢 他就到海邊裡面 照常去捕魚 然後他曾經 他就跟我講說 之前有那個海巡署 現在海邊 東海岸都是有海巡署 或是東部管理局管 他去捕魚的時候 他就說 他被那個海巡署的人說 驅禮 然後他就跟那個海巡署的人說 孩子 你是 你是哪裡的人 你知道這個海岸 這邊的魚是 它的海巢是怎麼來的嗎 你知道這邊的魚有什麼嗎 你都不知道了 你為什麼可以在這邊管理呢 你知道什麼時候浪打上來 你會被捲走嗎 你知道嗎 我要講的是 中華民國政府你們知道嗎 你們知道你在誰家的土地上嗎 你們知道你在管理什麼嗎 你們知道你在拿別人的財產 還要自己很為傲嗎 我們的朝野立委總共提了五個原住民轉型正義的法案 然後呢 是被 壓制的 是被修住的 我們的原住民的立委 那一開始的時候呢 我們說是不是我們在出短條例裡面 把我們原住民放在第五組嗎 他說不要來亂 因為他們要處理國民黨的黨產 那你們的不讓黨產已經通過了啊 跟我們原住民有土地糾紛的 不是原案糾紛的 完全是國家的不同機關佔領我們的 而且急著也要把我們的 鼓勵BOD出去的 好 就我們沒辦法接受 走了750公里 比較 已經不知道了 不知道痠了 可是心情越來越沉重 這裡面有多少的控訴啊 我們都以為 7月31號走到凱道的時候 總統附會在這裡等 蔡總統我知道你很忙 你非常忙 我們幫你走進部落 把每個議題帶過來 你是什麼態度啊 30以後我們的豬人 丟掉主演一步一步的往前衝 往前進 最後的400公尺 比750公里還難走啊 今天這隻旗子他們沒有來拿 我絕對不會離開 我會在總統府要設一個總統召集的委員會 我們把所有的問題都釐清 現行法律可以處理的 我們優先處理 如果不夠的 我們考慮下一階段的立法 但是我不希望看到的 就是原住民的轉型正義 跟其他的議題 我們在一起處理 也就失焦了 我們期待總統府這邊能夠有 比較明確的原住民族轉型正義的一個旗程 對 除了包括是行政的 或是立法 法律上面的 那就是我們大家開完會以後 把所有東西都整理一遍了 我們就知道說 什麼是優先處理 現在的法律處理 哪些東西 可能還要再進行立法的動作 可是部落拆遷都拆遷了 還要什麼旗程 整理完到什麼時候 你就是講高雄的那件事情 是不是 高雄的事情 我相信我們的局員姐 做決定的時候 一定有她的道理 那我再去問問她 我說 我是相信局員在做的事情 因為她對原住 一向都非常用善 她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她也沒有辦法 我對妳的情況 所以 我們在局員體驗 做這個要快 因為他們的人間 7月30要有來這裡 那就是因為怕8月1號 要被採受 他們趕回去部落去守護 我們還是要對局員有信心 因為她對原住民 一向都非常非常優勝 那她會做這樣的決定 一定有她部落自己的事 所以我會來 我再去跟她請教一下 她是什麼事 總統是因為不捨他們 所以來這邊直接親自溝通嗎 直接走出來嗎 我與國關係 國與國關係 我與國關係 架數不落實 我這裡 與國關係 我與國關係 我與國關係 加速落實 跟待何十 好久不見